在学校就认识了 随机的 对 随机的 抽样 我也抽在一起 然后一起工作是因为 好像也差不多随机 也不是 也是随机的 当时是宋涛自己在做一些东西 然后我一开始在公司上班 后来又出去混 不知道混什么 混了几年 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要合作做一些什么 对 后来慢慢慢慢就变成现在这样 然后回来以后就 大家都对摄影有兴趣 然后就说一起拍一点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的家 对 出生在这里 上海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谈论这个点子又特别 那么这个特别又跟 跟对于你们来说的特别又不一样 或者说因为家是唯一的 那么它特别的特别 我们第一个展览是05年 我们04年开始合作 工作越来越多觉得很困难 工作量上去了 时间变短了 但是你还是要控制那个质量 不能控制那个质量 不能让它下降 那就变得很累 接下来就是怎么去面对 目前这个状况 一天只有24个小时 24个小时 你要睡觉吃饭 你要工作 你要陪女朋友 还有你有父亲母亲 我们还是要睡觉睡这么多时间 然后也要安排 因为我们还要去拍新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做暗房的事情 其实也很花时间 然后没有太多的时间 可以出去拍 其实说到底我们很懒 我们还好一点 因为我们有两个 葛特里香已经游泳去了 每个人都在唱十字运行 大家互相说一下 太懒了 不行了 我们出去种点花吧 你两个人在一起有这样一个好处 就是互相提醒对方 就是 就是 什么 督促 其实也不是督促 就是 也不是监督 就是互相 就是 就是 也不是 都没有那么好 就是 不希望对方比自己更懒 不希望对方比自己更空 你说对不对 心理不平衡 是安非 是 你竟然比我睡得多 我接个电话 你爬起来 我出去干活 在最后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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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生活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重要的是 没有生活就不会有艺术 比较大的 与一搭一只 与一搭一只 把放一只 两只 与四个人 还能搅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